下面我们进行柔韧练习 柔韧练习是五入项目中重要的训练内容之一 通过柔韧练习 可以使我们的肌肉 肌腱 韧带等组织的伸展功能得到提高 关节范围得到增大 避免肌肉韧带的损伤 增加动作的力量 速度和协调力 是提高我们运动成绩的最佳项目 同时也是培养我们意志品质最好的方法之一 下来我们的柔韧训练主要包括 腿部柔韧 肩部柔韧和腰部柔韧 我们先练习腿部柔韧 腿部柔韧分压腿 压腿主要以正压腿 侧压腿 后压腿 拔筋为主要训练手段 正压腿 两脚并拢 站立 两臂自然下垂 目视前方 右腿为支撑腿 左腿向前半步 两手抱住左脚脚尖 身体向前 额头尽量出击 左脚 左脚脚尖 侧压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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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拔筋 并不站立 两臂下垂 目视前方 两手交叉 两臂上举 手心朝上 两手向前下按 抱住两脚 逐步使胸贴近两腿 还可以两臂向左 向右压转 两臂向前按压或保持一定的时间 辅助性压腿 腿伸到辅助器材上 两手按住脊关节 头尽量靠近脚尖 左右换压 辅助性侧压腿 身体侧转90度 右手 右手尽力去抓左脚 脚尖 两腿伸直 辅助性后压腿 两腿伸直 两手扶腰 身体 尽力向后镇压 尽力向后镇压 肩部柔润练习 压肩 面对雷目 两脚与肩或稍宽于肩 两手抓住雷目 上体前胸 向下镇压 也可两人对面站立 相互抚压 腰部柔润练习 肩部柔润练习 身体向后镇压 身体向后镇压 也可做辅助型向后下压动作 辅助方前腿插在下腰方的腿部中间 身体重心向后 两手托住对方的腰部 向后镇压 涮腰练习 两腿分开 身体向前下扶 两臂向左上方摆动 腰尽量向下翻转 眼看双手旋转一周 也可左右交替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明镇也阮度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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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镇也阮度隔离